你的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 我们警察的任务就是收拾你们这帮共党分子 为啥要收拾我 我是中国人 我杀日本鬼子 你收拾我 你作恶太多了 赶紧收拾我 你叫我到这屋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 兄弟 谁跟你是兄弟 咱俩不共戴天 不是兄弟 对 咱们两个是不共戴天 你杀了老王又抓了马明明 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 可惜让你逃脱了两次 一次是空袭警报 还有一次就是天才侠出面替你捡了位 原来田玉明手枪那件事 是你给我栽赃陷害的 不是我栽赃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了田玉明 怎么 你是想拿这事跟我谈条件 情愿我告诉你 我豁出去了 我就是为这事栽了 我今天也不会放过你的 要是在昨天 我还会继续想办法置你于死地 可是现在 为什么 死到临头了 也不想保护一下自己 秦枪 你认识天才侠吗 认识咋了 黑龙坛的土匪头子 我还抓过他 天才侠是你亲骂 天才侠告诉你 你是不是还有个哥哥也被送人了 看来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看来你不但是共党分子 而且还通匪 其实咱们两个都是通匪 只不过 我觉得黑龙坛不是真正的土匪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你有问题 还记得董苗苗咋说吗 你还有脸跟我提董苗苗 他就是被你给迷惑的 董苗苗 说咱俩都是左撇子 说咱俩很像 也很有缘 还想让饭店的老板 给咱俩拿镜子找 你到底想说啥 别动 我叫你别动 我叫你别动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吉祥 你的右肩声 是不是也有个王子 我妈叫田才侠 我爸叫王安全 我是你童母所生的哥哥 我是你的亲哥哥 没想到咱们兄弟俩 竟是以这种方式相认的 是 要不是咱妈在咱们身上磕死 这一辈子我们也不会相认的 咱妈 对 在我临来的时候 咱妈交代过 一定要来看看你 那是你的马 那是你的马 难道 你利用咱妈洗刷完你的罪名 你又不认他了 不认他咋了 那就是说 你连我也不认了 你把马明明放了 咱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一笔勾销 不可能 那你打算把我咋办 你要不是山北那边的人 该多好 你要不是警察 该要多好 可我就是警察 可我就是山北的人 那咱们俩就是 两股道上跑的车 看来 你还是要抓我 我是警察 靳云 董淼淼 难道你就真的想 捞个通共的罪名吗 我没有罪 靳香 这事和淼淼没关系 她是无辜的 这也知道 你先放她走 好 只要你现在就表明态度 说你跟着共党划清了戒心 以后只能跟我在一起 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 靳香 靳香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给我几分钟时间 我想单独和靳云说几句话 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 靳香 这屋里屋外都是你的警察 害怕我跑了不成 行 给你们点时间 好 淼淼 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你傻也别说了 就让我帮帮你 好了 靳香 我已经和清元说过再见了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淼淼 不要求她 你别管我 从现在开始 你跟我已经没有啥关系了 你让她走 是 走 等等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等一下 等一下 靳香 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情 只要你现在放个清元 我立刻就答应你 明天结婚都可以 不 淼淼 你总算是开窍人 可是我不可能放了这个贡道 靳香 就算我求求你 你放了她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真的吗 淼淼 迟了 一切都太迟了 别动 让你的人都走开 把清元放了 淼淼 把枪放下 淼淼 这把枪 我还没有开保险 你别过来 把枪给我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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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老实点 走 不会放过你的 快走 廖淼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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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迟了 快走 老实点 快走 快走 老爷 你又干啥 淼淼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要去给她报仇 你没听围观的人说吗 金销抓的是共产党 可苗苗他不是 可是老爷 你面对的是警察局 就算你打上性命 也未必能报得了仇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黑龙潭现在连独立大队的棋子 都打起来了 这个天才侠 居然敢耍我 真是给脸不要脸 怎么办啊 师座 咱们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田彩侠去投门共产党吧 那当然了 那咱们就立刻攻打黑龙 废什么话 如果能攻打 老子早就把他给灭了 那么 师座您是另有高招了 你怎么知道 好 他俩招了吗 没有 铁嘴钢牙啥都不说 我早就说过 共产党里像田玉明这种人太少了 是 局长说得对 明天就把李清源他们俩枪毙了 枪毙 刘他俩没啥用了 你想啥呢 我 我在想您说得对 留着他俩也没啥用了 我问你件事啊 如果你要事先知道 这个吕庆元就是你亲哥哥 你还抓他吗 抓 从你身上我看到了 啥叫大义灭亲 啥叫不是东西 你们先出去 我单独审他 是 现在就只有咱们俩了 你给我闭嘴 你这新手不如的东西 我恨不得杀了你 没对你动刑 就算对你很客气了 我告诉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 我早走一天 我就早一天和淼淼团聚 你还不放住 你还不放过你 你还有脸替苗 我还不放过你 他就是被你害死的 苗苗是无辜的 这你知道 你早放他走 苗苗就不会死 我没有保护好淼淼 是我对不起她 程局长说得没错 我大义灭亲 我不是东西 可是你知道吗 不管淼淼咋反感我 在这个世上 我最不愿意失去的就是淼淼 淼淼 如果我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 我也不愿意抓你 可是我是警察 这是我的职责 你少在这毛苦耗似假惺惺的 你开枪了 杀了我呀 没开枪杀你早就杀你了 我为啥没开枪 让我供出 齐安的地下堂 对淼淼 我已经是万劫不复的罪人 哥 对你我不会下手的 一脚上 不关咱呀 咱俩毕竟是亲兄弟 有你这样的兄弟 真是我的耻辱 秀云 贵方啊 你们的男人跟我一起去打仗 你们放不放心呢 赵贵的你不是常说 舍得舍得 舍得才有得嘛 是啊 他们去打鬼子 我们在家里才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那我就放心了 拴子媳妇 几个月了 啥时候生啊 七个多月了 都七个多月了 那等我们打仗回来 你的娃都满地跑了 赵贵的 给我娃起个名字吧 叫我起名字 这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呢 这娃应该是春天生下来 叫春来咋样 好 这个名字好 好好 男娃女娃都可以叫 就是就是 哥 我希望你理解 我吃的是警察这碗饭 我真的也想放你出去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报到上面去了 少废话 有什么事就说 哥 我也不想劝你跟着我们干 我现在只能尽全力来保你 有啥条件 你先翻毁过书 等在报上 毁过书 还登报上 哥 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并不难 你好好想一想 你先翻毁过书 你先翻毁过书 你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性命 从这里走出去 哥 我真的是想救你出去 你写了毁过书 从这里出去了 你照样还可以去你的陕北 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这有啥不好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吗 人活在世上 委屈求全 有时候是在所难免的 信仰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信仰这两个字 信仰是空的 人活着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就是为了信仰活着的 哥 滚 我没有你这个一关其手的地理 给我滚出去 你会后悔的 金香 我告诉你 自从我有了信仰 不就没后悔过 程局长 你看怎么样 高 实在是高 全见了黑龙潭的土匪 只是 只是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收编他们吗 扯淡 这田彩侠长着反骨呢 我表面是收编他们 我是想收拾他们 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就是怕他们一跑到秦岭 什么时候报复我 所以这次是全奸 斩草除根 所以咱们这次的行动 也一定要保密 如果让田彩侠发觉到 我就是拿大炮轰 他也不会上钩了 这秦元和金香 真是秦兄弟 秦亲的兄弟 而且这个田彩侠 就是他俩亲亲的娘 好一个匪念啊 再狡猾 他也不能不救他儿子 郭市长 郭市长 我给您出个主意 要想全奸土匪 咱最好不在城里 跑到郊外呀 要不然大部队不好行动 再说了 田彩侠肯定要反抗 万一让他跑路 这神木村我去过 有一个大戏台 这儿的场子很大 三面环山 只有一条必经之路 所以田彩侠 从这儿进去 必须从这儿出来 所以啊 你派人押着姓秦的 我带着部队 在这必经之路 打伏击 咱们内外夹击 定能全奸 黑龙探的土匪 郭市长 您清楚啊 咱警察局 打不过土匪呀 不用打 你放他们走 只要把人 给我带到伏击圈来就行 那不行 人家枪法比咱们准 哎呀 城局长 为了西安城的安全 你就驻守在城区 我带着大部队 去唱大戏 从此以后 关中无匪事啊 郭市长 那关中的老百姓 可不会忘记你啊 这样 等你回来 我替你百酒祝贺 不用城局长破费 这顿戏得让董秋实会长请 我可是替他报了 杀父之仇啊 不过我就是担心 你说派谁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天才侠 金箫啊 金箫是他儿子 你想 儿子告诉娘 娘能不信 你就这么相信他 我不光相信他 我最重要的是利用他 我跟你讲 这小子野心很大 一心想当官 这小子野心很大 哈哈 哈 哈 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看儿子 快点快点 好 把枪擦好了啊 快点啊 留身脚底下 快 走了 手榴弹不够啊 赶紧把那手榴弹都给我拿过来 再来点啊 豆拔 咱得留两挺机关枪 这家伙要没了 谁都敢欺负咱们黑龙潭的人了 对啊 我咋没想到呢 长官家 洗好了 好 来 我看看 这是警察局和辛巴士 联手见面黑龙潭的作战计划 这么完美的作战计划 那黑龙潭的土匪 就一个都跑不掉了 你再看看这个 金副局长啊 局长 本来呢我想明天就宣布 后来我想了想 海市见面了黑龙潭的土匪以后 再宣布也不迟啊 感谢局长的栽培 你这是干啥呀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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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你自个儿干得好 啊 现在呢 你是咱们局最年轻的副局长 有件事我一直很头疼啊 你说派谁去找这个田彩侠 主要是告诉他 这个吕沁元让咱们压在了沈牧村 这个人好重要 成败权在这个人 而且还得让这个田彩侠相信 局长 我知道 这个任务 竟想要义补融资 嗯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你啊 在他面前要表现出 救你哥哥的急切心情 另外你还要告诉他 警察局出动了大批警察 这样才能引出更多的土匪 你明白吗 明白 行了 出发吧 祝你马到成功 是 回来我给你接风 金副局长 局长 我走了 知名 闭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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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苗走得太可惜了 董会长 你要节哀呀 郭市长 难道这个世上 就真的没有王法了吗 董会长 恕我说一句不敬的话 我听说 苗苗交往的那个秦源 是个共党 警察是为了抓住秦源 苗苗 是为了给他挡子弹踩 难道我的苗苗就这么 就这么白白地死了 你放心 我已经跟警察局说了 要严惩开枪的警察 我说你呀 对那个田彩霞 你是不是也太心软了呀 这是杀父之仇 也许我这个人 从来就没有杀过人吧 你是不是现在这个心理 还握着火呢 董会长 你放心 这个仇我替你报 也好让你的父亲 在九泉之下 能够瞑目 你说啥 你替我报仇 对 你已经知道秦源是你哥了 你为啥还要抓他 我也是抓了他之后才知道的呀 哎呀 妈 他们明天就要枪决我哥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哥被他们杀了呀 所以今晚我才貌似上山来给你报这个信 是不是在神木村 对 妈 我觉得明天 你最好把黑龙坛所有的人马 全都带上 所有人吗 妈 那你们警察去多少人 这个 我不太清楚 我是担心 你的人要是去少了 那万一明天警察人多 那该咋办 锦绣 听妈一句话 不要当警察了 那我干啥 和妈去打鬼子 妈 还是先把我哥救出来再说吧 妈 我得赶紧回去了 我出来太久的话 请局会怀疑我的 好吧 我得赶紧回去了 你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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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带这么多人去 为啥掌柜的 我怕有诈 那 那你连儿子都不相信哪 对 因为他是警察 那咱们一起走 我 我 我们要保证黑龙潭的实力打鬼子 这样 我带着这几个弟兄 去神木村 你带着其他弟兄 我们到时候再会合 那万一 就这么定了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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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绣 你这个畜生 你连咋妈都撞 那是你的妈 谁生的你 你居然连妈都不认了 为了当国 我现在谁都不认 你知不知道 咋妈要当鬼子 我只知道天在下是个土匪 你是个共匪 妈 快跑 这儿有埋伏 清元 妈知道 站住 锦绣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你哥 是你亲哥 你把他给我放了 天彩侠 我告诉你 今天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交枪投降 啥 你管我叫天彩侠 我是你妈 你知道吗 你这个混小子 我是警察 我在执行任务 你执行啥任务啊你 你把你的亲哥做诱饵 你又把你妈骗到这儿想干掉 你的心是不是也太狠了 她是共匪 你是土匪 我是土匪 可你偏偏有个匪娘 你的身体里就流着土匪的血 你就是想洗 你也洗不干净 我从来就没有过你这样的妈 老日啊 妈的生死 见得多了 妈不想杀你 你听妈一句话 把你哥给放了 妈最大的希望 是能看到你们兄弟俩平平安安地活着 我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团聚了 你就忍心让你妈和你哥 死在你的枪口下吗 妈 你别跟她废话 你赶紧走啊 金霄 这事跟咱妈没关系 你冲我来 你放着妈走 你听下来 闭嘴今天你们俩谁都走不了 金霄 你不要再逼妈好不好 我从来就没有过你这样的妈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放出来的吗 怎么样 石总 还没有动静啊 这个金霄怎么这么笨哪 要不就打 要不就放他们走啊 儿啊 妈十月怀太深厉了 妈怕你饿着 去放羊 惹了杀身之祸 妈为了给你父亲报仇 才当了屠夫 你现在说没有我这个妈 人家都说 儿不嫌奴仇 我即使是个土匪 可我也是你的妈呀 你知道妈这二十几年 是咋过来的吗 我一直在找你们兄弟俩 我担心 你们是不是饿着 是不是有的忠 我常常担心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 我现在 我现在终于把你们俩都找回来了 虽说你们俩一个动 一个心 儿啊 妈不管你们俩是笨动 还是笨心 你们俩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眼泪救不了你们 妈 为这种人不值得掉眼泪 就算你不认我 也要叫我这个废娘 把认我的儿子给带走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儿子 一个杀一个 这就是命 你今天没机会了 你今天没机会了 锦箫 你不要逼我 你今天放也得放 不放也得放 妈 别动 不 锦箫 难道我们母子三人 真的要互相残杀吗 妈不想杀人 就算妈求你了 你让我把你哥 和妈明明带走 看在我吃过你奶的份上 我就放你妈 你还算是个人 驾 这全为了咱妈 这全为了老王 这全为了苗苗 好 好了 秦月 不要再打了 就算我没这个儿子 走 枪响了 咋才这么几声啊 管他几枪呢 天采霞必须从这儿经过不可 通知弟兄们 准备战斗 兄弟们 准备战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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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人越多越好 嗯 咱们正好一网打尽 是 听我的命令再开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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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 冲过去 准备射击 师祖 你看 妈 你看 董秋迟 老子是在替你报杀父之仇 田彩霞是去打鬼子的 他是土匪 郭市长 我们都是中国人 放他们过去 闪开 我马上就要射击 郭市长 我不希望你成为民族的罪人 你这是在帮鬼子的忙啊 准备射击 等一下 等我把话说完 郭市长 国难当头 凡我华夏子孙 谁都想杀敌保国 遗血祭祖 田彩霞是要抗日 保护我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国恨家仇 孰亲孰众我还分得清 我本人乃一届平民 虽无力抗敌 但我要对 投身将产的英雄们 捉弃空道 请郭市长高抬贵手 放他们打鬼子去吧 中国人让他们打鬼子去吧 中国人让他们打鬼子去吧 董老板 乡亲们 今天有你们的壮行 我田彩霞 知足了 我就是死在江城 我也值了 弟兄们 跟我走 田彩霞 你不能死 我等着你回来 谁要我活着 龙前儿 我今大英雄 今老代往前处 我早清醒 我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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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鱼 鞍鞍鞍 好 前门 我的大英雄 一生门落在往前冲 好 前门 我的大英雄 一生容不闯江湖 今次去 短笔袖 雖然遥返 不死死生生 死死生生 答案 救账 感谢观看